有人问我说 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长期不上班 这些人怎么活 那我认为就两种 一种是人家以前赚到钱了 人家在吃老本 另一种是什么 是以前也没有本 现在就委屈吁吁的活着 像一个小枪一样 就这两种人 但是不管哪种人 我们都要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 特别到了年纪 到了人到中年的时候 他真的不想再给别人打工了 那他现在创业的话 也很难 很多很多的创业 都是什么 都是坑 人家有一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什么 叫做不创业能够活三年 你创业的时候只能活三天 所以在这个年代 我们要优先在什么 思考新的一些思维 比如说我现在在家里 我不出去打工 我能能赚到钱 有啊 互联网让我们能够在家里 做兼职也能赚到钱 比如说今日头条 悟空问答 比如说用粉丝 你想想吧 你有十万粉丝 你每天能够推荐一个什么呢 一个图特产品 每天赚一百块钱 很轻松吧 是不是 你看看玩抖音的 都有百万粉丝 几十万粉丝的也很多 所以人家这些人啊 不是什么的 不是没有上班的 证明人家不干事 人家只是换一种方式 换一种活法 当然呢 也有一些 说我既不上班 以前呢 也没有老板 对吧 然后呢 也没有生活保障 也不好意思在家 像家里的父母要了 然后呢 也没有做互联网 也没有做自媒体 就在这靠 然后每天的话呢 看似也不顺眼 喷一喷 有没有这样的 有 但我相信 这样的人慢慢会明白 你喷的那个流量 和你每天花费 那个花销 你都支撑不了 你正常的这种什么的 生活了 怎么办呢 你只得有小招数 那这个过程当中 就出现两个企图了 一个企图 是你让互联网上 正能量上走 我利用社交化 我利用自媒体 我利用新时代的 这样的工具 来赚点钱 钱不多 没关系 够我生活 我一步步来 还一种是什么呢 是沦为暴民 这个暴民当中 还有两类人 一类人是我专门骂人 我专门攻击人 我就不开心 另一人是什么 我既攻击别人 又什么呢 又做一些传销的事情 这就是现在的社会 我是孙文贺 每天给大家分享和分析 有关于你们关心的 和就业创业相关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